我做總統以來參加很多場合 今天這個場合讓我感到最高興 一方面 我們有好消息給我們的地方 我們的鄉親 另外一方面 我們看到的是 我們地方政府之間密切的配合 我們也看到我們中央的交通部長 我們的加隆部長 全力的配合我們地方的施政 讓我們複雜的軌道工程 還有軌道工程網的建立 有一個中央統籌 而且中央能夠協助的有效的團隊來指引 這幾年來 我們確實是在加速 軌道運輸的建設跟服務 我們要讓首都圈裡面的交通能夠更便利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新北的捷運三應線 跟桃園捷運綠線 我們都把它納入中央的前單基礎建設計畫 一條優質的軌道可以帶動城市的活力 有好幾條軌道互相的連結 也可以刺激我們整個區域整體的發展跟進步 這對強化下一個世代 下下一個世代的生活品質跟競爭性來講 都是我們最關鍵的基礎建設 這就是我們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意義 那麼今天我非常高興能夠跟我們 侯友宜市長 鄭文燦市長 還有加隆部長 我們一起來視察三應線的工程進度 接下來 我們一定會繼續一起努力 加速完成延伸計畫的正式合定 讓首都圈的捷運線能夠相互串聯 成為更完整 更便利的路網 提供市民朋友更優質的運輸服務 我要向大家強調的 就是建設是不分藍綠 也不會因為黨派的色彩而有所差別 只要對台灣好 對人民好 特別是對下一代有幫助的 我們就要合作 一起來把它完成 讓我們朝野同心 一起加油 一起把捷運的基礎建設做好 謝謝 謝謝大家